字幕提供 現在要介紹的是 品項管理裡面的新增品項 我們一樣登入帳號 然後在這個品項管理這邊點進去 來到右上角 這個紅色的加這邊 新增品項 點進去 那這邊呢 它有很多的類別 所以品項類別可以選擇 有原料生產者 食品加工分類 餐飲分類 加工食品分類 以及新增自訂品項 好 那我們現在選一個 我們選原料生產者 紅膚 好 那我的主要是 茶葉 03 兩史及特用作品 好 再點進去 好 好 茶 右邊箭頭再點進去 好 那我們點選 四季春茶 好 那新增品項這邊就會出現 品種 四季春茶 順心茶場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按新增 好 沒選擇產地 好 那產地這邊就要先按 順心茶場 好 好 新增 好 這樣新增品項就已經成功 好 就是 品項管理裡面的新增品項 操作說明 好 買一箱 好 太多了 很多 頂 所有 再砸